在法國吃了一間餐廳 外場其實只有一個老太太 她一個人服務整間店的人 還是面帶笑容 後來我就請問她說 可不可以跟廚師見個面 然後大概也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先生 她其實是誘發我的店名的完全的原因 就是叫溫度小管 因為我覺得那一天 她給我的感覺就是這麼的感動 然後所有東西的溫度 其實都是完全可以傳達到 我的心裡 很像是一種媽媽的味道 那我也以她們為目標 其實我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 我希望可以呈現是自己風格的餐點 那我也沒有那麼拘留所謂料理的形式 我也沒有很堅持 它一定要是哪一個國家的 就是我想到什麼 我能做什麼 我覺得好吃 就是我要呈現的東西其實就可以 其實你看得到的一鑽一瓦 其實對我們來說 那個過程全部都是挫折 你設計了一個東西 表面看起來好像很漂亮 然後覺得那個廚房應該還可以用之後 真的run起來之後 哇 什麼都不能用 然後什麼都不順暢 再全部重新再來 但是我覺得 你也會不會用到什麼 你也會用到什麼 你會用到什麼 完美点子 一直与您在一起